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收看今天的投資集計 市場的氣氛仍然相當差 港股亦想試試今年以來的低位 亦逼萬六這個位置 通常跌到關鍵的支持位置或關鍵的關口 現在恆指已經穿了所有平均熱動線 連寶加迪通道的底部也穿了 所以沒甚麼特別的指標是值得參考的 唯獨是在整數關口時 心理上會有少許支持 再加上現在的確沒有一些特別大的危機 跟去年十月跌到萬四的情況有少許不同 因為你看不到一些短期或突然間出現的危機 令市場會有信心崩潰的情況 現在只是市場的信心、人心逐步緩散 在市場的情況下也找不到任何買的理由 所以會有少許逐步逐步向下的趨勢 去到一些萬六這些關口 我相信怎樣都會有些支持 然後有支持的時候可能會有一定的反彈 所以問題在於如果是反彈的話 究竟是可以買甚麼股票去捕捉到這個反彈 通常去到年底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會否有些window dressing 或是粉飾廚窗等效應存在 可能有可能沒有 但有機會或出現的頻率都高 所以問題在於大家都粉飾廚窗 究竟買甚麼 我相信不會那麼多隻橫子股份 或者所有股份都買了 要買甚麼呢 我相信都是買回大家今年表現相對比較好 或是今年明顯有加倉的股份 如果這個橫子成份股 哪些可能是基金、機構 今年會有加倉的股份 大家看看我走勢就知道 有幾隻很明顯今年遠遠跑贏了橫子 去到11月尾為止 其實有幾隻今年到現在升了超過四、五成 例如網易、網易、聯想、小米、兩桶油 這些都有一個這麼明顯的升幅 當然在現在這個油價的情況下 其實再追兩桶油就沒有太大必要 雖然股價就不太跌 可能大家都在搏或在等明年會派息 但要他們進一步的破頂 是比較困難的 但另外幾隻的輝瑞股 就是聯想、網易、又或者是小米 在這段大市沉底期間 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其中聯想 昨天單日是一個很大幅度的跌幅 有少許補跌的情況 但今天反彈的幅度 也是在眾多的行政成份股 是最大的 原因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剛才說的那幾隻股份 其實今年這個環境下 仍然可以展現到一個比較強勁的基本因素的支持 例如業務方面 是可以逐步向好的 例如網易 保持了正增長這麼多年 仍然今年還可以保持高雙位數的利益增長 小米就很明顯 因為自動手機市場 自動手機市場又轉移 再加上可能有些造車的消息刺激 所以今年的股份 今年的股額都是圓圓跑贏的 聯想似乎是更加強勁的 因為它三藩的業務 無論是 Surfing也好 手機也好 或者PC也好 其中尤其是PC 整個週期的復甦 是相當之強勁的 大家知道在 21年結束疫情之後 自動手機的PC 即是個人電腦的市場 忽然間走一個down cycle 但走完down cycle之後 似乎今年開始 尤其是今年下半年開始 有一個很明顯的保庫存效應 聯想在這個過程中 在一個down cycle之後再上來 這個過程中 市場份額是一個明顯的提升 所以就有一個雙重的利好 至於之前大家擔心 NVIDIA那些芯片的伺服 會不會影響 它的銷售 或者影響 賣的中國 其實它之前那些 用NVIDIA芯片做的伺服 主要都是出口 在歐洲市場 本身進入中國 的比例 不高 所以影響都不是 那麼大 變了在現在這個環境下 大家都找回這些 有明顯增長的潛力 業務都比較穩定 而且不是那麼瘦 就是國際關係 地緣政治 所干擾的一些股份 剛才提到 這類這樣的今年以來 基金的重倉 或者明顯加倉了的股份 應該在年底的 Vinodressing 或者股市跌完之後 反彈的情況下 都是一個首選 所以如果市是短期 技術上有一個反彈 但反彈也不會期望太高 可能會上升17,200 還有這些位置 至於反彈的彈性 會稍為高一點 除了買這個 基金之外 我想剛才那幾隻 比較強勢的科技股 都可以考慮之列 今天的投資札記先跟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並且感謝 步驚蠻 希望 悲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